如果你经过三次的考试都及格 当然我们要给你关阶 你这个中卫的关阶 派你去所有的派出所 分局 海巡署 调查局 国安局 我们要担任督导 独裁的职务 你当一个督察 当一个督导 你若对人 你作业你都不知道 你用笑试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 你今天拿到这件衬衫 是明天中午 吃过饭以后 才要换着衬衫 明天早上的第一堂课 教各位木箭 木箭 木箭 在你的左手边的后面 我没给你看你不要看 它不会跑掉 在你的左手边的后面 这是由现主是中华民国的警察 的教官来给我们上课 这是价格给你防身之用 所以明天早上 第一堂课七点半开始上课 你不用穿西装 你也不用打领带 你把领带 你把你的西装 放好 由七点半上到九点半 木箭的防身的课程完成以后 你再回到教室 一样要把你的领带打起来 然后再把你的西装穿起来 以后上课的时候 就把你的帽子 放在你的 自己的前面的右上角 帽颜向自己 现在穿脱帽 放在你的右上角 什么地方是右上角 自己看看人家别人怎么放 你也跟人都不一样 帽颜向自己 那班长检查一下 上课要做笔记 如果你有上课做笔记 基本上我就送给你十分 第二点 你这三天 住在这个地方的内务 要整理得非常整洁 很干净 当你今天来的时候 你的内务是怎么整理 你就按照那个方式去整理 你带的东西不要乱放 每天早上 班长会去帮你检查 帮你拍照 让你没有话讲 你这三天的内务都做得非常好 基本上你又有一个十分 你做笔记 你的内务做得很好 最后一点 你上课 坐姿非常重要 小学说你听不懂也要计算 我们的那个工师 对我们大家的作姿 我跟你说他的感触是非常深 因为我们这边上课的老师 不是清清菜菜老师 犯罪增防 是由中华民国警政署的教官来给各位上课 我们还有一个战地政务 这都和内阁 议员的课程完全都不一样 我们还有基本教练 你们不要小看 现在执行班长 你都是现役的 现在又是部队的 现役军人 所以由这个地方 你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民政府没跟你开玩笑 我们的一切按照法理在做 所以我们跟你说的 你现在国州 你这个名单 我会报给各州的州长 三天以后 你获得一个资格证一奥 各州的州长会颁发 黑熊军团的资格证书给你 这个资格证书颁给你 请听清楚 丢掉不补发 只有一次而已 你一生只有一次而已 每一张的资格证上面都有纲印 上面都有编号 我再重复 万一你丢掉不补发 但是我们的里面的登记的号码是有 但是那张证书只发一遍而已 所以你自己要怎么保管 你自己要很清楚 那你上课的时候 外面这些老师来上课 我们就要这些作词 我们要显示说 我们台湾民政府 黑熊军团是经过训练的 我们绝对是有组织 有训练有纪律的军团 虽然黑熊军团不打仗 我们不打仗 我们用法律 用那支筆 所以我们大家 要很清楚认清这一点 所以我相信我跟各位说得很清楚 我刚才说的有听没的请你举手 高沙都听得懂吗 我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十分钟 请你回到你的寝室 把你的内务整理的漂漂亮亮 然后我请班长去拍照 你离开这里以后 到寝室去整理内务 这个期间一句话都不能讲 如果你要讲任何一句话 回来请你站在原位上面 你就不要坐下 有清楚吗 都清清楚楚的 我已经讲过了 离开你这个座位 去整理你的内务 到你整理好回来 给你十分钟 你一句话都不能讲 你随便讲一句话 你回来 你自己自动 你站在那儿 现在开始